OK大家好 我是i收藏的天元 前几个视频都跟大家聊了点 那个有的没的那些东西 这次跟大家还是聊点 我觉得跟咱们藏友 我觉得比较有关的话题 就是我们买藏品 有时候很多藏友说 哎呀天元你看我买这些藏品 说以后呢我要卖 他会不会一文不值 这我可以告诉你 只要你买的是老的 他不至于啊 他不至于 除非你买的太粗的那东西 就那摔地上没人看的东西 那那真的是有时候有句话 就是你放我家 我还嫌占地方 但是如果是你买的 只要是有正常审美的 然后咱们比较主流的一些这种 符合中国人审美的东西 不存在啊 不存在一文不值 你扔到古董商那 他多少都会给你口价的 再一个问题就是 很多藏友也会问我说 哎呀你说这个东西 以后我要考虑升值什么的 如果你考虑这个问题 我建议你别买 你买古玩 咱买古玩 古玩买到手 不是为了玩吗 是为了让我们自己高兴吗 如果你要把这个 加上这么沉重的 这个这个 考虑升值啊什么的 你有那时间 研究研究股效 对吧 那个也许可能还更靠谱点 这个东西 我觉得 古玩古玩 玩的性质会更多一点 我买来是为了突我高兴的 比如说这件 蝉制连啊 我 蝉制连选手啊 就说蝉制连 比如这个蝉制连 我买来 我就喜欢啊 它细 我摆那好看 对吧 哎一对 放上很好 很好看 一躺 更漂亮 对吧 很OK 我内心得到了一种满足 跟一种这种快感 我觉得好看 再一个就比如这个东西 我买来能用 哎这个蝉制连的 蝉制连的盖碗 我能用 哎 我自己泡茶喝能使 你想现在一个新杯子 也很贵的呀 我们想买一个好的 新的柴药的杯子 那就更贵了 那古代全部是柴药 对吧 那玩这个磁器的藏手 一定也知道 那个柴药跟气药 是两回事的 对吧 那个用的那个温润的感觉 泡出来茶汤 茶色各方面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我能用 我也觉得很爽 比如说 蝉制连的香炉 对吧 我也能用 我觉得很开心啊 比如豆青的那些罐子呀 茶叶罐 我能用 高兴了就行了 当我自己想卖的时候 我现在不是个古董商 我是个藏友啊 我不敢把我摆到古董商 那古董商干这事 那养家糊口 为了挣钱 我觉得这 这没有什么可多讲的 对吧 谁要告诉你 我买东西 就是为了赔钱 给藏友放漏的 你让他滚 他自己说话 他信吗 他都不信的 就是咱们在收掉藏品 加上一个咱们自己的 这个出门的费用 跟一个合理利润 就可以了 就是这东西大差不差 对吧 咱们等于 相当于给各位藏友 把了一个关 没有那么些花里胡哨的 那些个洗脑性的话语 就是咱们买这件东西 只要咱们喜欢就可以了 如果当 当咱们真的想卖的时候 这件东西 不至于说摔地上没人要 连个出价的人都没有 我觉得这就很成功了 这对于我们自己收藏来说 就已经很成功了 至少我们的藏品 得到了市场 得到了同行 得到了更多喜欢的藏友的认可 对吧 如果他出的价格 比 比我买的价格还高 那证明 有水平 对吧 我买的好 如果他出的价格 比我买的价格低 OK 多出几点钱 当我玩的 那我们出去 吃个饭喝个酒 唱个K 你是不是还得花钱的 对吧 你买一件物 赔你这么长时间 你用了这么久 你还能回点本 对吧 当然这是我个自己的玩法 就自己的看法 我最开始也是这么玩的 所以心理负担会小一点 真的会小一点 没有那么沉重 我这个买了 我花了两千块买 万一一年后 他涨不到两千五 怎么办 如果是这样子 真的也别玩古安 太累了 这个古安 其实不便宜 也挺贵的 你甭看他现在这个价格 非常的低 跟过去比 是真的非常的低 可是以我们这种心态 去玩的话 累的不是钱 累的是心 真的太累了 我有时候碰见 这种藏人问我问题 都是我脑子嗡嗡的大 我咋跟你解释呢 我说这东西 一定以后能升值 那不诈骗吗 对不对 那就不是干古安的了 我就说这东西 你喜欢就行 这个东西 你买的也不贵 对吧 我只能这么说 但是有一些藏人 买的真的太贵的东西 我不搞 我不好接这个话 你看我见过最离谱的 就是一个特别好的大哥 买了东西老的 买了这么大 这么大 也大概二十多公分吧 一个尺瓶 画的就是那个 那叫什么呀 画的是那种 和和二仙 豆青青花的 正常来说 那东西多少钱呢 最好的时候五六千 卖上天就是八千块钱到头了 那就真的到头了 大哥花多钱 大哥花了四万块钱买了 那我能说什么呀 我什么也说不了 我不知道 第一 我也不知道大哥 这个四万块钱买一件 这东西是怎么想的 第二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第三 你钱都花了 你能让我说什么呀 我只能说 还行吧 反正东西是老的 我连价都不敢说 那像这种事 那真的属于是你买贵了 那确实买贵了 你掏了一个这个普通民谣 掏了一个官谣的钱 买了一个老普民谣的货 那这确实是买贵了 但是随着这个市场 随着这个网络的这个发达 包括这些各个这个同行 跟这些博主做视频 跟大家普及这些知识 这些东西 就是这种事情会发生的越来越少 真的是越来越少了 就是大家对这个价格 包括对这个东西的这个认知 都是越来越高的 不会出现那个 四五千块钱东西 花了五万块钱买的 真的是挺浮的 OK 这期视频就跟大家聊这么多 聊的可能也比较乱 可能也就表达的情绪比较多 大家就姑且听着吧 就当聊天 闹闲话的 OK 我是爱受当天员 喜欢我的视频呢 可以点赞加关注 有什么需要交流 咱们可以评论交流 有什么需要构藏的 你也可以私信我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